關於老師 我們就來看什麼樣的 風水擺設 是可以讓人家扭轉劣勢 反敗為勝 第一個我們介紹 就宰屋的西北方百有 刺球仙人掌 這叫祝公華 什麼叫做 就讚了 要壓制了 這個案例就像剛剛 惠子律師講的時候 那個案例 用公公來罵婆婆的那樣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 因為婆婆會太過於兇狠的時候 你一直要去跟你的婆婆鬥 你鬥不了他 你只有去用壓制公公這個位置 我們錢為什麼要宰屋西北方 西北方就代表老婦 所以老婦就是我們要錢昆 錢為西北 昆為老母 所以夫婦同行 那我們用公公來克制婆婆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家 把他的席性轉化為兇性轉化 也良性 所以這叫氣場的轉變 這叫公公形的 那這個公公形 有時候為什麼要用圓形的 這個 我們的仙人掌 圓形的時候 就是說要圓融 我雖然是公公 但是我不是 靈雅立直的 來賣跟婆婆鬥 不是的 我就用那種很尖銳的自在 讓他們自己去鬥 不是我來跟他鬥的 然後讓他知道我是好的 利用他們家人自我的矛盾 來改變我們在這一個家的立場 所以就用公婆乾坤 富鄉制衡之後 讓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更有地位的方法 這就是西北方 白有這個刺球型的仙人掌 這叫助攻法 第二種是我們要 載屋的東方 白有羚羊腳的或是圖騰 羊羊腳或是圖騰 這個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叫做默默跟引法 所以我們就用一種自我保護型 所以我才建議說用羚羊腳 羚羊腳一定要用公腳羚羊 這叫公腳羚羊腳 你如果它沒有公形的 你就沒有作戰能力 但這個羚羊 我們看到野外的深山 我們到非洲看到羚羊的時候 有看到什麼 牠們都很溫馴在那個地方 羊是最溫馴的 但是牠這腳為什麼長到這個 因為那個地方必定有野獸 那野獸來說要攻擊牠 牠的腳一出來之後 野獸看到這個腳牠會怕 就自動跟牠鬥起來 所以這種用這種方式就是 我平常看起來是很溫馴 但是當我兇起來 我就有能量了 所以這種狀況是這樣 我們要擺在東方 為什麼要擺在東方 那為什麼不擺頭上呢 可不可以打 直接就來了 很氣嘛對不對 對 直接擺在氣的時候 就是要作戰的時候 那就太猛了 所以我們把它掛在東方 因為東方是朝陽之氣 朝陽之氣是最溫和的 早上的能量 那太陽光能量 這種能量就可以讓 這個住在家裡面 這個人他本身被攻擊 他就會溫良攻擊 讓什麼都可以 OK OK 包容 到最後包容就最後 天下就是你的 就你會默默跟隱當中 可能你就會用很多的方式 或是周圍的人 會來改變這家人的 婆婆的習性 改變公公的習性 但是能夠用很溫和的態度 來轉化這一家人的持產 是一個最好 所以我會建議說 用公型的靈牙腳 來擺在這個家裡面